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跳水队加油 北京时间7月29日下午 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 中国跳水队杨昊 练军节组合从第一跳开始就牢牢占据着榜首 随着最后一跳结束 他们以总分490.35分的优异成绩轻松拿到冠军 为中国跳水队夺回了这枚在东京奥运会上失落的金牌 同时他们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书写了新的篇章 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收获的第四枚金牌 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跳水队曹远与陈艾森组合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上 于第四跳中出现重大失误 被英国组合代理和马修理反超 最后时刻曹远与陈艾森放手一搏 但仍以1.23分之差与金牌失之交臂 区区亚军 为中国跳水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唯一的遗憾 本次巴黎奥运会是杨昊与练俊杰首次参加奥运会 虽是首次站在十米跳台上的他们并不怯场 跳台上杨昊与练俊杰的动作整齐划一 举手投足仿佛是对方的镜像 此前外界就曾评论他们的配合如电脑计算一样 杨昊与练俊杰搭到两年以来配合默契 屡创佳境 2022年10月跳水世界杯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 杨昊 练俊杰夺得金牌 2023年10月1日 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比赛中 杨昊 练俊杰以492.63分获得冠军 2024年2月9日 在2024年多哈游泳世锦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中 杨昊 练俊杰获得冠军 二人不仅竞技给力 其相貌也常被粉丝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颜值组合 杨昊出生于1998年 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跳水天赋 2003年走上跳水之路 来自陕西省跳水队的他 与名将田亮 秦凯师出同门 2010年入选国家队 多年来他屡获清澳会 世锦赛 世界杯等重大跳水赛事冠军 为巴黎奥运会的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出生于2000年的炼俊杰同样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他在2016年入选国家队 屡获世锦赛 亚运会 世界杯等重大跳水赛事冠军 杨昊的跳水生涯源于一次偶然契机 5岁时 他陪同表哥参与少儿运动员选拔 被红河州奥林匹克中心的教练沈国华一眼看重 自此 杨昊开启了他不凡的跳水之旅 杨昊的父亲杨军曾言 2021年来 他获取了众多荣誉 我们甚感欣慰 但身为父母 我们更多的是心疼与忧虑杨昊 在备战奥运会期间历经多次伤病 然而他依靠顽强的意志克服了所有艰难险阻 当下 他的技术日益精进 心态愈发沉稳 对此次赛事充满信心 为了这次奥运会 儿子奋战了两届奥运会 等待了8年时间对于今天的跳水比赛 炼俊杰的父亲炼文强此前充满期待 他曾说 如果炼俊杰207必发挥稳定 他们也许可以夺冠炼文强酷爱运动 偶像是李宁 因此在炼俊杰6岁时 他就将儿子送到运动学校开始启蒙训练 在炼俊杰受伤并困扰时 或是落选东京奥运会时 炼文强曾常常打电话安慰他 鼓励他 而今他们的梦圆了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祝贺他们 我们下期待